向日恨你个臭小子 今天还要打得你满地找牙 我没多少的牙老喂 事到如今 但正好这样了 我给你介绍一下我的小玩具 我这是小熊 OK 值部当然叫做BT 咱们继续来挑战这个无济模式 没想到吧 我竟然还没放弃 OK上期打到了第17波 咱们今天就要挑战 能不能冲过去 观众们称之为第一道看的 第20波关卡 但是咱们上一期已经打得有一些压力了 OK咱们现在调整一下咱们这一期的阵容 那这一波还更新了新的值物 首先是这个 骑士豌豆 吼吼吼吼 笑容回公主有我的守护 诶 你他妈 太卑鄙了 然后还有一个新植物 就是这个小弟弟 不是 小弟牙 我可以提升近战植物的速度和攻击力 我对无赖花还有特殊效果 不可以啊 不对啊 我突然反应过来 我戴着这个面罩 你好像打不到我牙呀 OK 游戏一开始 经过观众的提议啊 我决定把我的这个雷暴姑雷蘑菇 放在稍微靠前一点 毕竟现在这个阶段 放在后排其实不太有用武之地啊 感觉 同时呢 可以安排上我们的新植物了 骑士豌豆 合推 合推 它看似是个近战植物 但其实有人远程攻击 但是远程攻击放在这里的话 就显得稍微有那么一点攻击力不足了 但是它的防御力和这个近战能力呢 咱们还得看它的表现 哇 这个机器人来了 这个机器人看起来很唬人啊 但是还挺脆的 你看它的护照都已经快没了 我现在打到这个阶段啊 我已经看不清厂上的植物细节了你知道吗 太乱了 太乱了 OK 继续把前排这个植物给换一换 换这个雷蘑菇和这个弯豆骑士 但是我现在感觉弯豆骑士好像有那么一点点啊 感觉在我这个情况下来看 没有这个向日葵骑士好用的感觉 总感觉这个防御力和攻击力差点意思呀 但是它有个好处 就是厂上的弯豆植物达到一定数量之后 可以给这个骑士豌豆打折 它还挺便宜 而且冷却做的还挺快 这算是它的优点 哎呀 等一下 我在闹磕闹着 怎么前排的肩我枪没了呀 我靠 这我还能挺到第20波吗 完了 我现在感觉我这个挑战稍微有那么一点点拿呀 哎呀 这个老六直接飞过去了 还好被雷蘑菇直接一雷劈下 看来这后排的雷蘑菇还是有点作用的呀 好 这把继续调整一下咱们的植物阵容 哎呀 等一下我试一下啊 这个美虚腾和这个骑士豌豆 它们究竟谁比较厉害 哎呀 俊阳老弟又来了 好 可以看到美虚腾队上这个巨人僵尸 可以说是完全克制巨人僵尸 那么巨人僵尸对上这个骑士豌豆呢 可以看到骑士豌豆它作为一个豌豆植物 它还是有着远程攻击的 但是它的这种远程攻击 打在巨人这种僵尸身上 可以说是可以几乎就忽略了 然后再看它近战攻击啊 哦 近战攻击听声音这个骑士豌豆伤害 感觉伤害挺猛 等一下 诶 这巨人捶两下的 这个头盔都快没了 诶 非常的强悍 就你这样十日都进不了我身 但是这个骑士豌豆还是有这个价格优势的 要看你怎么用了得 好 第十八波开始 但是我感觉我现在已经听不过第十八波了 哎呀 而且我尚把这个火炬树装还被给拆了 这好家伙 赶紧补上去 诶 这个向尔葵公主可以铲掉了吧 我才发现你怎么还在这处人呀 诶 换个雷暴菇吧 先放这儿 诶 忘记带咖啡豆了 诶 我才反应过来 我上期放雷暴菇 我没给咖啡豆 诶 等一下 诶 诶 诶 我有小技巧 我直接冲开游戏 好 咖啡豆赶紧安排上 好 赶紧把前排这个第四给补一补啊 但这植物卡片冷却时间确实是个大问题 所以说一定得在前面几波的时候 就得把阵营给安排好 不然像我这样子 前面乱整活到后面就很难受 前面这个高坚果有点来不及了 先放一个美虚藤嘛 美虚藤也能防一防 既能防巨人又能防这个暗影猎索 他跟坚果墙可以交替着放一放 诶 等一下 这招后排 哎呀 完了 我的暗影仨走没了 我刚刚没有注意到 我后排这个南瓜壳已经无了 看来这到后面啊 矿工僵尸越来越多是个大麻烦 可以考虑放上那个什么 全息花圈了 我现在发现 高坚果放在前排死得比美虚藤还快上不少 美虚藤到现在啥是没有我才发现 诶 说着啥是没有 这血条怎么就快要见底了呀 完了 最后一排这个曾哥 我才发现也快没了 赶紧补一个樱桃炸弹 菊花失手了兄弟们 我觉得我挺到第二支波都已经是奇迹了 都已经是极限了 在下一期的话 我估计都得推倒重来 重新换一个阵容再给大家继续录了 哇 这录真的麻烦了呀 这还有个矿工僵尸在这储着呢 哎呀 那正好耗一耗 我趁着这波机会 耗住这个矿工僵尸散一散阳光 然后把这个阵容恢复恢复 这也是个小技巧对吧 还是放这个美虚藤吧 总感觉美虚藤比这个坚果墙要好用一点啊 哎 那个矿工老弟 你就在这先吃着啊 不够的话我再贴啊 你就先在我家这个坐一会儿 多坐一会儿啊 不要客气啊 来来来 别别别别绕紧走 还有一颗 谢谢小熊 此时南瓜科心里一万个妈买批 趁这个时间咱们可以弥补一下 这个无尽模式出怪太快的这个问题 及时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 哎 我这个美虚藤怎么还在这儿属着 我才发现 但是我那给大家铲的话 我也不知道该放些什么 下巴给大家插一个什么 蝴蝶兰上去啊 哎 别慌走 哎呀 雷蘑菇你都骂了 给你屁死了 哎 雷蘑菇你个内鬼 什么小熊你不要太过分了 可是待会儿要被咬的不是你是吗 哈哈哈哈 哎呀 坦来我真是一个 非常英明的领导者呢 臭不要脸 哎呀 稍微调整一下阵容 我觉得我现在已经开始强撑了 我不知道我这一期 能否挑战第二十波成功啊 我觉得我前期如果能处理好的话 我觉得我会像现在 这么难堪 这么难搞 这一关出现的僵尸还稍微有点不同 哎呀 这老头又来了 周看大爷 赶紧把后排的植物恢复恢复 蝴蝶兰先插在这儿吧 我觉得增加攻速比较重要 与其多插一些乱七八糟植物 不如把这个攻速攻击力给推上去 然后我就加了两个这个爆炸伤害的植物 看能不能弥补一下 咱们输出属性上的不足 这一关前排倒是感觉稳了一些些啊 除了这个传送僵尸可能有点出其不意以外 其他好像还挺好办的 上一把主要是矿工僵尸 还有那个橄楼巨人实在太难缠了 这一关感觉还好啊 机枪射手就已经很容易的拿下了 机枪射手非常卖力啊 我感觉他承受了他这个年龄 不该承受的太多的压力 机枪弯豆是我亏欠你的 配音视频还没让你上场 我无尽模式 而且还得全靠你 机枪弯豆直呼 我太难了 好好这一关还可以啊 没想到19波竟然被我撑下来 那这样的话机会撑过第20波 你看咱们现在入侵的僵尸啊 黑眼骑士 哇很难搞啊 然后还有这个传送僵尸 还有这个Z科技射线 还可以直接让我们前排的防御植物失效了 还好咱们这一关没有那个暗影猎手 不然他们俩一配合 咱们直接计计啊 好好第20波 看看小熊能不能挺过这个坎啊 好好教室开始入侵了 我现在突然反应过来 我带了那么多豌豆食物 那我这个豌豆家 哦 我放了南瓜壳 嗨 我还以为能叠加放呢 看来是我想的太单纯 好后排这两个Z科 我感觉啊 与其放上这个南瓜壳 我不如给他套上这个全息花圈啊 我感觉更适合一些啊 哇 完了 这个暗黑甘蓝球 不是暗黑甘蓝球 这个黑暗骑士带领他们 实在太强了 差点把我突破了 直接这个Z科技射线 把我前排的防御 给给给给 直接忽略了 忽略 啊不是什么 但还好我前排这些第四都还在啊 但是Z科技射线直接一出 把我前排全部突破了 哎呀 别不要啊 Z科技射线实在是太难受了 我应该多放一排这个防御植物是不是 完了这难搞了 这难搞了 最后一大波入侵了 能不能挺过 能不能挺过 这第20波能不能挺过兄弟们 现在我已经看不清场上的状况了 你知道吗 我这个满屏的弯斗 再加上这个火焰的附加 已经完全看不清了 我这个前排一堆的天使棉 又给我挡住视线了 我只能凭感觉去判断 哎你看这个僵尸又突破了 你看我们现在 这个美虚头是一个虚化的状态 都是因为这个什么 Z科技射线的僵尸 它的射线的作用 让我这个防御的植物 让我前排这个植物 直接失效了 好家伙 但还好咱们的天使棉还在啊 咱们直接补上就行了 哎呀下一局再打的话 得好好恢复一下布局了 但是好在 我是万万没想到啊 我自己都不看好的一个植物阵容 我竟然还真挺过第二次播了 当然第二次播倒也不是多难 但是对于咱们这个植物阵容来说 还是有那么一点点难的 没事 哎这就是咱们这个实况视频的看点 看小熊这个乱七八糟的布局 究竟能打到什么程度 我现在感觉下一期 可能真的是我的极限了 我原本以为这一期是我的极限了 我没想到我竟然太成果来了 当然还是多亏了观众们的指导 和第二波这个僵尸阵容是没有太大的改变 但是以咱们之前的经验来知道 它的强度会大大提升 OK观众朋友们 咱们这一期无际模式挑战 没想到还真挑战过了第二次播 恐怕千二回自己都不太相信 你们不要高兴的太糟 第二次播而已 这才哪跟哪啊 不是你能不能好好说话 OK观众朋友们 咱们这期还是一样 长点再冲一万 下期更新不会断 小熊的奇葩植物阵容 究竟能走多远 别忘了下期来看 拜拜